字幕彈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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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第二次 為何那麼久呢? 因為剛才好像有些問題 技術上的問題 不是,為什麼有些問題 因為他們在討論 課金的位置跳來跳去 然後派人上第四 鄭松泰也是沒有份的 我做了第六,Carly上第五 我還想剛才看到立刻在chairroom或者出過states 想要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接著就出張鄭少秋圖,不要怕只是技術性調整 是,技術性調整,不會跌的,不會跌的 怎麼知道,壞了 壞了,發覺也上第一 堆壞了黃楊達 會不會通常這樣的程式出賽賠錢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有動動的,我這些應該是不會有的 應該是這樣 這樣吧,剛才有說到 整個說法就是什麼 因為其實今個星期,現在都開始 其實是更加需要一些類型的 大家試一試 大家找些方法去討論 其實很坦白這樣說 我是未有足夠的準備 因為很坦白說 譬如你說陳雲老師的成方論 其實整個體系是很完整的 就是很有系統的一個理論體系 開始慢慢已經發展到 但是你說民族論其實是很多的發展空間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話 所以有一樣要處理的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 不面對一個現實的狀況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 我們用很老套的說法 是懷洋雜註的地方 其實你無論在生活方式 去到整個生活的指導思維 或者世界觀 其實你無可能找到一個 所謂的純正的傳統 所謂的純正正統的說法 如果有這樣的前提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其實不如試一試 回到中西 或者你的華夏文化 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的接觸 大家是所謂的衝突 或者是碰撞 最頻繁的時期 最頻繁的時期一定是 是說的是民國的時期 那剛剛有說到的就是 譬如你看看蔡英芳 他去用一個香港人的史學觀 去體練歷史的時候 那就是有一個觀察 那個觀察就是 其實和大家現在異族冷場 就是騎場而已 實際上 譬如你看看河東 或者他用那個Term 是叫做什麼 與英國 與英國協協協 協作的民族主義也好 或者其實是勾結外國勢力的民族主義 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其實你看回現在很多 很多民主派都是這樣的 他們有勾結外國勢力嗎? 蛤? 即是他們有失... 即是他們沒有那麼出面的 這些都是開宗明義 我要靠 沒有那麼出面 有什麼check 肥莉當時被人揭過 那你說有人捐款 當然是沒有什麼大礙 但是重點 你不是究竟有沒有人捐款而是 就是說你是不是除了有美國 或者外國捐款之外的話 你跟本地人 是真的可能沒有關係 這個才是重點 其實你不是香港人的一個... 你不是用香港人的利益 作為一個最基本的... 譬如財政學好 或者你那個權力支持的來源的話 那這個才是問題 所以嚴格來說 就是你見回現在的泛民政黨 很多都是離地政黨來的 最在地就是民協 即是要比較的話 即是如果你將它視為... 即是要比較的話 你將它視為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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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它視為是白民主派的時候 當頭與實 但是實際上 真是最在地是民協的 你想一下 你從什麼角度去看啊 社區...社區工作 社區工作都不夠我在地 是啦 你們都可以... 我們都以去公民都可以在地 你都不可以看少街工 或者... 沒有人認識的民主黨 街工是... 街工是... 街工厲害 有精的學前班 其實... 其實民主黨是... 剛才這樣說是不對的 即是... 民主黨的區議員 其實在地方... 為何黃澤選輸給貝志偉 你理解不了 不... 另外還有一批就是 一些不知名的民主黨黨黨員 尤其是在港島區啊 一些偏遠一點的地區 其實都... 即是有些叫得出名 很努力地做一些...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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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間做一些細作的嘛 當然整個民主黨都是細作來的啦 這樣... 不是... 但是... 但是... 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個片段 因為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特徵來的 就是... 其實你會發現到 我們不是在講那個行為模式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呢 是好鬼死 抵死都是好鬼死 就是抵你死的 就是... 香港人真的是底仆街的族群 嗯... 實際上就是 你看回其實 過去這100年的歷史 又或者現在近幾十年的香港市都好 一直我們在講爭取民主 其實實際上我們不是爭取民主 我們在爭取的就是 用民主來換些什麼的利益回來 其實這個是當然是正確的態度 只是在換你自己的利益 你是什麼意思啊 不是... 這個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剛才... 譬如我們剛才議員政治也好講 或者我們之前的議員工明教也有講過 一個... 成熟的一個西方民主體系 當然是以一個的私利為前提 OK 一定是self interest 沒有辦法 這個是肯定的 大家通知來的 這是一個常識來的 你不會假設僅僅是人是會有大愛 或者人是無私奉獻的 如果是這樣 一輩子有一個所謂的監察的制度 或者是制衡的制度 不需要 那為什麼要有呢 因為你有慾望有私利 你才要這樣做 但是實際上就是說 實際上就是說 你在這樣的前提下 你沒有辦法要面對一個問題 沒有辦法要面對一個問題 在香港或者中國的文化 又不是用這樣的前提出發 特別是瑜伽的圈子 他會假設你是好人 假設你爸爸媽媽對子女好 假設你一開始出生的事 你已經是好人 是啊 假設你一出生的時候 不是 假設你的善心 是可以透過你的 透過 穿破裝甲 不是 你可以透過冥想 透過清神阿督療的時候 發掘到你的善心 是啊 總之你從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了解到自己 然後發掘到自己的人義禮 但是於是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一樣要搞清楚 就是 譬如在我們現在的香港社會 為什麼會說還是一個落後的思維呢 就是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在批評政黨 或者批評政客 你都是為了自己自己的利益 你都是為了私利 但是實際上政客 或者政治團體 為了他的利益 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是我們去搞來拖 但是實際上就是說 是 我們當然知道是這樣才出來搞 但是你不可以是為了 只是搞你這件事 而犧牲了 是付托 或者相信你那幫人的利益 簡單來說就是 你不可以為了黨的利益 而凌駕於你那幫選民 或者你的支持者的利益 是這樣的方法 不是說你不可以要利益 那當然 就是你的團體的利益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 將你服務中的那些人的利益 擺在你的團體的利益之先 不是說你不可以賺 但是 不是應該以傷害你服務中的團體去賺 但是是這樣說的話 於是你看回頭 在這個辛亥革命之前 其實在1905年、06年 甚至去到後來20年那些時期 其實很多很多的例子是 讓你看回原來香港人一直 是以出賣別人的利益 然後換取自己的利益 然後走路 是唯一的哲學的 好像也是 你想回 你想真點是這樣的 其實香港人都是黃蟲的基因 我想說 這個在八、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中後都實踐了 現在都是這樣的想法 那才有問題 還有回流 你跟著還要回流回來 你才是大問題 喂 你留意一下 譬如在剛才我說的河東 河東是當時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英國佬得益的時候 就去了 去歐如奉承 歐如奉承 跟著之後 後來的就是 譬如 後來國民政府 他受到質疑的時候 跟著他又轉台 但當然實際上 他一直以來都是歐如奉承 一個佬的 你說譬如去到這個20年 你看回 在蔡英芳這本書 他舉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其實在說 就是一班香港的華籍商人 如何是透過出賣香港利益 跟著之後 一邊是販賣一個民族主義 或者是外國主義 去跟大陸交易 另一方面是賺取外幣 或者是賺取一個外國 他賺錢的機會 喂 現在這個情況 都是跟黎生那些一樣 嗯嗯嗯 黎生他們那些都是這樣的 或者現在認識那些 特別是民主黨 都是這樣的說法 就是一邊跟你說愛國 要分開愛國和愛黨 是可以區分的 文化上我們就是愛國 文化上我們就是愛國的 政治上就是愛黨的 什麼?你說什麼? 不是不是 這樣倒轉了 政治上我們就 文化上就是愛國的 愛中國的 政治上就是不愛黨的 是的 就不愛黨的 於是他可以怎樣做 一邊就是反馬一個愛國 中國的主義或者愛國情懷 跟著就是 什麼時候中國大陸 或者是共產黨 甜頭給他的話 那他就進去密實談判 嗯嗯嗯嗯嗯 那另一邊 另一邊 什麼時候英國 或者外國勢力有甜頭 突然間那時候 又變成本土派 是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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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就是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 其實在香港或者爭取民主 或者在香港人都好 一直以來呢 整個愛國主義 或者一個所謂的愛國情懷 只不過是你一個服飾上的包裝 再衰 不是衰 這樣說 就是 調轉這樣說 不要換個說法 其實 你放大了去看 其實全香港人都不知道 自己在追尋什麼 不知道 包括建制派 甚至是建制派所說的愛國 他都不知道我是什麼 其實他是說 我覺得他們不是不知道 他們只是 他們知道自己要的就是錢 和利益 那這個香港人核心價值 但是這個是放大到不論是什麼派 什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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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組織團體人物 或者代表著他們的 就是他被代表的市民 這樣 其實可能大家都是比較私水亂 或者你之前經常都有說的就是 是文化上的中國 還是政治上的共產黨 這樣 接著就要分清楚 怎樣愛我爸最喜歡說這些 你不要脫離 你是中國人 你愛他的華光山 那些東西 那些 我會覺得這套說法 不一定是錯的 但是 但是去到某個時候 終於都要 都是要 要認清 或者認清 或者有些人說 其實已經終於不能夠分開了 其實是分 現在都已經分開不了 已經融為一體了 好了 接著 在這個時候 這集節目講 蔡榮芳這本書 或者是 民族論 或者成方論 是可以再理清 就是 怎樣跟香港人去定位 那或者 究竟大家都搞清楚 你們在追尋的是什麼 或者其實你去到 你問回陳婉涵 問回曾鈺成 你所謂的外國應該是 怎樣去搞 或者甚至曾鈺成都移過文 那究竟他在談論的是什麼 我想大家都 都可以有機會去有個反思 還有其實 不如藉著 有其他的機會 可以自己再 即有些平台 或者可以再 值得討論 我覺得在香港的前途 這樣 我更加具體 我更加具體的 我更加具體的看法 因為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無論現在那些泛民主派 又或者一百年前 過百年裡面那些 以這個 販賣這個愛國主義情懷 跟著之後同一時間 結合經濟利益那些人 簡單來說 我們透過愛國來賺錢 或者透過來爭取民主 然後一邊有道德 但另一邊是 收銀那個 這個做法 我簡單說 歸納為一個 契大基因 即你是一個契大主義 很坦白說 對 全部都是契大 那怎樣是契大 就是你有甜頭 我會把你泡在那邊 所以湯姆課金這麼高 但是湯姆的甜頭是怎樣 他宣之於口 他代表大家的契大 做了一個行為出來 即他就是把大家心裡 那種契大精神 你們課金給湯姆 其實已經突顯了 你們都是一個契大基因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你想清楚 你想真一件事 其實實際上 一直以來香港人爭取民主 都是這樣 譬如我們說西瓜靠大邊 見風洗陀 見到你有勝利在網 有支持你 一直以來 其實香港人的特徵 其實是很實際的 很實用的 我們的想法 我見不見到你有甜頭 這是所謂中間派 有實際甜頭 我當然就要光顧你 沒有的話 你叫我和你堅持 你低能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但是於是第一件事 就是你問我的話 接下來可以怎樣搞 我暫時不能夠建立一個 比成邦論更有體系的理論架構 但是最少一件事 就是我知道 如果在香港這個族群裏面 或者香港這個國族裏面 除了阻交 矯情造作那些要殲滅之外 另外一樣的人群就是 我們是要打契弟 而往往就是 我覺得矯情和契弟 這兩件事一定是會結合的 這個你想清楚 通常矯情造作的 他通常他的行為 或者言行 都是很契弟的人 譬如好像蔡冬豪那些人 我恐懼 我誇判 我恐懼 我誇判 對不起 我誇判 我誇判 你誇判 你誇判 我誇判他 太流心而發了 太沒形作 太標 我說了要戒口 對不起 剛才只是你這一句 我覺得值得課金給你 你補了今天幾實太空 張曉明四個字都投不少 你明顯就沒有 你看到沒有母行 上行山也有誰抽出分 你想想這幫契弟基因的人 其實他們跟汪精衛沒有分別 他又說了髒話 是啊 他跟汪精衛沒有分別 我誇判 是啊 你又說髒話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那一刻真的忍不住 但真的很由心如發 對 反謝性 我想說 你生氣 我剛剛看了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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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他們去籌主場 或者什麼 雖然主場已經沒落 不用怎麼看 但這幫契弟還存在 我想說 原來在十月中 還是十月底 已經是一組註冊了 有人檢查 對 又說他的註冊 註冊了去處女島 在處女島 就懷疑他的錢 然後裡面的董事 原來只有三個人 又沒有所謂八個董事 但是我想 最基本的就是 其實為什麼 我們一定是要看一件事情 這幫契弟 你怎麼可能不懷疑他們 雨傘革命之前 無緣無故恐懼 我不判 然後突然間不肯見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特別一開始 我們講這本書的時候 就講到 這個很重要的一本書 對於香港史來講 就是講一個史觀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 這個立於香港人的史觀 如果你說立於一個 在中國 我剛才說的那個 什麼 愛國主義的史觀來講 去看 那蔡東豪這幫契弟 就是好人 所以我 為什麼我今天 我自己看 所以支持他那幫人 是什麼人 我看蔡榮芳這本書 今天下午 我看一看 怎麼裡面這麼像蔡東豪 這麼像蔡東豪 像蔡東豪 蕭若元 蕭若元可能沒有佔那麼多蝙蝠 但是你看一看 蕭若元不是那些書 是啊 可能封面或者後面那些 簡介的那些 有他的名字 喂 我看的時候 這麼熟悉這些人物 當年在新海革命 又是這一幫人 是不是 你投胎轉世 為什麼又是那幫人 那幫人 我想講 其實有個特徵 因為這一幫華商 有個特徵 就是當時其實在新海革命的前期 OK 的前期 最主要影響整個那個 香港的 當時的社會運動 又或者其實香港 與所謂的一個 愛國主義 一個結合那幫人 就是這幫所謂的讀書人 識字的精英 嗯 嗯 是啊 就是這幫人 但是這幫 就是蔡東豪 這也不算是二年 我沒記錯好像是何啟 不是 再早點 那時候 那時候是梁啟昭之前 不是 但你可以塞進去 現在發生的什麼事 其實有 就是 每個年代 我現在鑑鼓資金 我鑑鼓資金 蔡榮芳這一本 《香港人的香港事》 其中他提出 就是用香港本 為研究的歷史 其實實際上 我覺得這個應該改造 是要研究契弟的一個歷史 研究契弟精神的歷史 就是鑑鼓資金 你現在當然要看《墳場新聞》 現在有一個好的功能 這絕對不只是抽水和掌笑 你值得找 值得挖回何啟出來 何啟這個人就是 當時 你現在叫《墳場新聞》 不是 你找回 訪問回何啟 你試試訪問一下 何啟就是 你怎樣看蔡東豪 我丟了 和我一樣的 但是另一件事 就是我想說 我們打架就必定 找所來 但契大一定要 但實際上 我後來看一看 你說香港人的特色 這群契弟實際上 因為他們在這裏 反賣外國 是有利可圖的 反賣外國的時候 還有利可圖 他們會覺得市場上 香港人還有一班 新移民也好 老一輩的香港人也好 他們還是會買他們這種 所謂的反賣外國 或者是愛國情操的一班人 他們真心相信這套 他們應該習慣了這種契大 所以第二件事要做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覺得一定要提倡一個最主要的東西 我們要去到80年代 對於大陸人的負面印象 的抹黑 甚至加大 這個一定要區分 沒有辦法 你看看近十年 香港那個的 譬如輿論 學術圈 文化圈 其實經常用一個情況 就是譬如你去 帶些小孩去參觀農村地區 然後然後 尋找他鄉的故事 其實整個思維一樣 就是要你找回 原來其實中國大陸 裡面都是有一些 你很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你要聯憶回 你作為一個 所謂中華人民的子民 就是賢王子孫 於是你就要回去 尋找你的根 因為他們是薩拉熱窩 找一個華人青少年 是怎樣以缽仔高依陽偉 於是 缽仔高依陽偉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 你除了打這班契弟 即是蔡東龍這班 你不能夠放之外 第二件事你一定要做 就是你要是把大陸的 有多醜惡得多醜惡 然後還要把它不斷放大 還要不斷是要告訴別人 你信 你不是信是愛國 你說的愛國是美德 你是低能的嗎 所以我現在真的反過來這樣說 雖然你說這樣有點壞 以往其實我都幾左膠 我經常都左膠過 我應該最左膠 我應該拿到那麼多 他最左膠過 你現在還是左膠 你還是維持在那個狀態 有嗎 除了講錯了 不是 譬如我以前很抗拒人家說 叫人家大陸仔 我中學的時候 我覺得 我現在都抗拒 但我覺得不夠 我覺得真的不夠 太有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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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看到他就由心而發想 不是 我會覺得 現在你不可能不說他大陸仔 最少 都是 或者用我們最嘩苦他的語言 就是說 小龍DNA 他都不清楚 因為DNA 已經太有味道了 OK 我想不到 怎麼好呢 大陸王蟲 他又不能夠解決 但是 你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一定要區分 因為 講到 講到 其實你整個香港人的身份 怎樣而來 其實講到 就是因為 你有一個殖民的政權而來 而以往的就是 你的殖民政權 你會覺得可能來自英國 或者你來自日本 日治的308個月 又或者 可能來自英國 日本 現在來自共產黨 但是實際上 你想清楚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 在華人社會 對於人民的殖民 除了中國社會 中國政府之外 是沒有其他的殖民 就是第一樣殖民 華人 第一樣殖民 所謂的中國人 是什麼 就是香港政府 就是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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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件事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 你要面對一件事 你要面對的就是 你要是將你的政府 你的政權 你政權後面這一班 還是會覺得 還是會 還會借助到這個政權 而來到香港 去掠奪資源 這一班蝗蟲 你一定是 要將你自己 和它作出 這麼嚴格的區分 之餘 我是香港人 即是你自己 心裡那條界 要畫得很清楚 是呀 我覺得 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了 我現在真的要提倡 發言人 我們其實是要用日本人 那一套 證明 是要不斷標榜 香港人 帶香港精神 是有多麼美好 多麼厲害 是the best culture 是一定要說回來的 是 ever 是從來沒見過 這麼美好的香港人 因為是要拆到一個地步 就是被人打的時候 你只是舉高雙手 嗯 嗯 這樣 是啊 你回想一下 有哪一個民族 可以文明到 像香港人一樣 沒有的 過往很流行自我矮化 即是矮化了香港 不論是香港人 即是你會覺得 香港是大陸的 香港是大陸的 是呀 很流行就是 歷史都沒有這個地方 又說自古以來 實實 大家不要再給那些 但這件事是變的嘛 那些蛇名不需要來 這件事是變的 這件事已經改變了 香港是很好的 即是香港已經擁有自己的地方 甚至蔡英芳本書 是很久之前 很久了 很久之前的書 亦都在講一個香港的本位 那你這樣引伸下去 就是其實 開始要 其實這個自我身份 意識去認清 那另外就是 其實這就是一個大香港主義 第一件事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最少有一件事 我們要將香港人 從這個族群 將他變成神話去看待 其實等同於日本人當時 為什麼日本人瘋了 就是因為日本人當時 其實他是在講一個 所謂大東亞共鳴圈的精神狀態 就是日本人是 日本人 最好的 日本人應該是 亞洲的歐洲帝國 那難道是 他們是 日本人應該是亞洲帝國的主人 之後就是全地球的主人 東亞民族主義就告訴你 在歐洲應該就是我日本人稱霸 其實不是這樣 納粹也是這樣的 納粹就覺得應該是 德國人要稱霸 但是香港人現在 要有這種精神狀態 要有些霸氣 或者有些霸氣 霸氣 霸氣都不夠 你要瘋才行 就是霸氣先 霸氣先 你不要急著 你不要在日本拿著亞洲的時候 你大陸有一幫人知道 你隨福的後代 大家都是中國人 說到這樣有點太熱 第一步都是要殺小弟先 那今晚時間差不多 你擁抱大香港精神 你擁抱 直接是擁抱大香港精神 病 要去到精神病 這個層 差不多 應該能夠整個人 其實你也有 你現在開始感染到 不斷講粗口 我都不想 進了口之後 你都在譴責你 希望大家繼續 別人說我講粗口講得比你 你檢討一下 我什麼時候講粗口 我在節目裡講粗口 很假 我已經盡量不講粗口 其實我講粗口 我講粗口是挺好聽的 我想說的 收起 收起 對不起 沒有人理你 說這些 沒有人想被反應 那今晚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下星期三再見 拜拜 閉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上的问题 不是的 为什么叫做问题 因为刚才他们在讨论 什么课金的位置跳来跳去 然后派人上第四 大棋职日 上第六 卡尼上第五 我还想到刚才看到 立刻在Chair Room或者出过Status 想要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支持 接着就出张郑少秋的图 不要怕只是技术性调整 不会跌的 那怎样呢 坏了 坏了 法国都想第一 堆倒了华阳达 会不会通常这些程式出赛 会赔钱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有动动的 我这些应该是不会有的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那刚才有说到的 就是整个 整个说法就是什么 因为其实今个星期 其实现在都开始 其实是更加需要一些类型的 大家试一试 大家找些方法去讨论 其实很坦白地说 我是未有足够的准备 因为很坦白地说 譬如你说陈文老师 他的承邦论 其实整个体系是很完整的 就是很有系统的一个理论体系 开始慢慢已经发展到 但是你说民族论 其实是很多的发展空间 亦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一件事要处理的 就是说 我们没办法不面对一个 现实的状况 其实香港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 我们用很老土的说法 是怀扬杂住的地方 其实你无论在生活方式 去到整个生活的指导思维 或者世界观 其实你无可能找到 所谓的纯正的传统 所谓的纯正正统的说法 如果有这样的前提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我会觉得 不如试一试 回去中西 或者是你的华夏文化 中西文化 对 中西文化 那个的接触 那个大家 就是所谓的冲突 或者是 叫做碰撞 最频繁的时期 最频繁的时期 一定是在说民国的时期 这样的 那刚才有说到的就是 譬如你看回 蔡盈芳 他去用一个香港人的史学观 去看历史的时候 那就是有一个观察 这个观察就是 其实是和大家现在二熟能长的 就是 实际上 就是实际上 就是实际上 所谓 譬如你看回河东 或者他用那个 term 是叫做什么 与英国 与英国协作的民族主义也好 或者其实是勾结外国势力的民族主义 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其实你看回现在很多 很多民主派都是这样的 他们有勾结外国势力吗? 蛤? 就是他们有失明 就是他们不那么出面的 你不用 这都是开中名义 我要靠 不是那么出面的 你有那些什么check 那些了 那时候被人揭过 那你说有人捐款 当然没什么大外 但是重点不是究竟 有没有人捐款而是 就是说 你是不是除了有美国 或者外国捐款之外的话 你和本地人是真的 可能没有关系 那这才是重点 就是其实你不是香港人的一个 你不是用香港人的利益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 的 譬如财政学好 或者你那个 的权力支持的来源的话 那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严格来说 就是你看回现在的泛民政党 很多都是离地政党 最在地就是民协 就是要比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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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它视为是一个 你将它视为是 是扮民主派的事 是当头语实的 但是实际上 真的最在地是民协的 你想想一下 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对啊 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都不够我在地 是吧 是 我们都可以 我们都以血工人都可以在地 你都不可以看少街工 或者没有人认识的民主党 街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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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精的学前班 其实民主党是 刚才这样说是不对的 民主党的区员 其实在地方 为什么黄泽选输给 河志伟 你理解不了 不是 另外还有一批 就是一些不知名的民主党党员 其实在港岛区 一些偏远的地区 其实都 有些叫得出名 很努力地做一些 在 我在心间做一些细作 当然整个民主党都是细作 不是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回顾这个片段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到 我们不是讲到行为模式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 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厉害你死的 就是香港人 真的是厉害的 那些族群来的 嗯 实际上就是 你看回过去这些 一百年的历史 或者现在近几十年的 香港史都好 一直我们讲 争取民主 其实实际上 我们不是争取民主的 我们在争取的 就是用民主来 换什么的利益 其实这个当然是 正确的态度 只是换你自己的利益 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换他们的政党 这个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刚才 譬如我们刚才 尤其政治也好说 或者我们之前的 尤其公民教也好说 一个成熟的 一个西方民主体系 当然是以一个 私利为前提 一定是 self interest 这是肯定的 大家通知 这是一个常识 你不会假设 最重要的是 人是会有大爱 或者人是无私奉献 如果是这样 一世鬼有一个 所谓的监察的制度 或者是制行的制度 不需要 那为什么要有 因为你有欲望 有私利 你才要这样做 但是实际上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你在这个前提下 你没有办法要面对一个问题 没有办法要面对一个问题 在香港或者中国的文化 又不是用这样的前提出发 嗯嗯嗯 特别是瑜伽的圈子 他会在假设 他会在假设你是好人 假设你爸爸妈妈 是对子女好 假设你一开始 你出生的东西 你已经是好人 是啊 假设你一出生的时候 不是 假设你的善心 是可以透过你的 透过 穿破装甲 不是 你可以透过冥想 透过清晨 我读了的时候 发掘到你的善心 是啊是啊 总之你从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了解到自己 是啊 发掘到自己的人意理智 不是 但是于是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一样要搞清楚 就是 譬如在我们现在的香港社会 为什么会说 还是一个落后的思维呢 就是因为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在那批评政党 批评政客 你都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利益 嗯 你都是为了私利的 但是实际上 政客或者政治团体 为了他的利益 是你所当年的事 不是我们去搞你拖 但是实际上 就是说 是 我们当然知道是这样 你才出来搞 但是你不可以 是为了只是搞你这一件事 而牺牲了 是付托 或者相信你那些人的利益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你不可以为了党的利益 而是凌駕于你那些 选民 或者你的支持者的利益 是这样的方法 就是说你不可以要利益 是吗 那当然 就是你的团体的利益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 将你服务中的那些人的利益 摆在你的团体的利益之先 不是说你不可以赚 但是 不是应该以伤害你服务中的团体去赚 嗯 但是 是这样说的话 于是你看回头 喂 在这个 就是辛亥革命之前 其实在1905年 或者是甚至去到 去到后来20年那些时期 其实很多很多的例子 是让你看回 原来香港人一直 是以出卖人的利益 然后换取自己的利益 跟着走老 是唯一的哲学的嘛 好像也是 你想起来 好像也是 你想起来 其实香港人 都是蝗蟲的基因 我想说 哦 这个在八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终后都实践了 现在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想法就是 譬如现在你在想移民那些 那当然啦 如果你移民 你肯承认自己 扑家和承认你是蝗蟲 那就是另计 但是最惨的就是 你不承认 那才是问题 还有回流 你跟着还要回流 你才会大事 喂 你留意回 譬如在 刚才我说河东 河东 是当时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英国佬得世的时候 就去了 去 去 安遇奉承 英国佬 然后 之后 后来 譬如 后来国民政府 他受到质疑的时候 那 接着他又转提 但当然实际上 他一直以来都是 柯如逢成英国佬的 你说 譬如去到这个 二零年 你看回 在蔡盈芳这本书 他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其实是说的是 一班香港的华籍商人 如何是透过出卖香港利益 之后一边是贩卖民族主义 或者是爱国主义 去跟大陆交易 另一方面是赚取外币 或者是赚取一个爱国 去赚钱的机会 现在这个情况 都是跟黎生那些一样 黎生那些都是这样的 或者现在认识那些 特别是民主党 都是这样的说法 就是一边跟你说爱国 要分开爱国和爱党 是可以区分的 文化上我们就是爱国 文化上我们就是爱国的 政治上就是爱党的 你说什么 不不不不 这样调传了 政治上我们文化上就是爱中国的 爱中国的 政治上就是不爱党的 就是不爱党的 于是他可以怎么做 一边就反买一个爱国的主义 或者爱国的情怀 跟着什么时候中国大陆 或者是共产党 有甜头给他的话 那他就进去密实谈判 嗯嗯嗯嗯 那另一边 另一边 什么时候英国 那些外国势力有甜头的话 那突然间 那时候又变了本党派 是啊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 那些不知为什么 都走过去英国那些 为什么可以这样 实际上就是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 其实在香港 或者在争取民主 或者在香港人都好 一直以来 整个爱国主义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爱国情怀 只不过是你一个服飾上的包装 再衰 不是衰的这么说 就是 调转这么说 不要我换个说法 其实你放大一点去看 其实全香港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 不知道 包括建制派 甚至是建制派所说的爱国 他都不知道我是什么 不是 其实他是在说 我觉得他们不是不知道的 他们只是 他们知道自己要的就是钱 和利益 那这个是香港人核心价值 但是这个是放大到 不论是什么派 什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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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派的政治组织 团体人物 或者代表着他们的 就是他被代表的市民 这样 其实可能大家都是比较 私水乱的 或者你之前整天都有说的就是 是文化上的中国 还是政治上的共产党 这样 接着要分清楚 我爸最喜欢这些东西 你不可以脱离 你是中国人 你爱他的华江山 那些东西 那些 那我会觉得这套说法 不会是 未必是错的 但是 但是去到某个时候 终于都要 都是要认清 或者认清 或者有些人说 其实已经终于不能够分开了 其实是分 现在都已经分开不了 已经融为一体了 好了 接着在这个时候 这一集节目讲 蔡榮芳这本书 或者是民族论 或者城邦论 是可以再理清 就是 怎样跟香港人去定位 或者大家都搞清楚 你们在追寻的是什么 或者你去到 你问回 陈婉潭 问回曾荣誠 你所谓的外国 应该是 是怎样去搞 或者甚至曾荣誠 都移过文 那究竟他在谈论的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 都可以有机会 去有个反思 还有其实 不如借着 就是 有其他的机会 可以再 自己再 就是有些平台 或者可以 再直接讨论 我觉得在香港的前途 是 我更加具体 我更加具体的看法 因为 其实第一件事就是 无论现在的 那些泛民主派 又或者一百年前 过八年里面 那些是 以这个 贩卖这个 爱国主义情怀 然后同一时间 结合经济利益 那些人 简单来说 透过爱国来赚钱 或者透过来 争取民主 然后一边有道德 但另一边是 收银这个 做法 我简单出来 归立为一个 契弟基因 你是一个契弟主义 坦白说 对 全部都是契弟 那我怎样是契弟 就是你有甜头 我拍到你那边 所以汤姆課金 那么高 但是汤姆的甜头 是什么 他宣知于口 他代表大家的契弟 做了一个行为 他就是把大家心底里的契弟 争上发现 你们课金给汤姆 其实已经突显了 你们都是一个契弟基因 其实是的 其实是的 你想清楚 你想真一样东西 其实实际上 一直以来 香港人争取民主都是这样 譬如我们说西瓜靠大边 见风洗陀 见到你是有胜利在望 有支持你 一直以来 香港人的特征 其实很实际 很实用 我们的想法 我见不见到你有甜头 这是所谓的中间派 有实际甜头 我当然就要光顾你 没有的话 你叫我和你坚持 你低能 是这样的 但是 第一样东西 你问我的话 未来可以怎么办 我现在暂时 我不能够建立到一个 比成邦论更有体系的 一个理论架构 但是最小样东西 我知道 如果在香港这个族群里面 或者在香港这个 的国族里面 除了阻交 矯情造作 那些要殲滅之外 另外一样的人群 就是我们要打契弟